人質斬首,進入倒數,IS不採日本,怎樣算好? 你現在有72時間,去壓迫你的政府, 在做一個傾斜的決定, 在付200萬元,去救你的民生生命 伊斯蘭國限令日本交2億美元贖金, 換取釋放兩個人質的限期, 今天下午1點50分就戒滿 菅義偉昨天就說,日本政府已經透過一切可行的渠道 向伊斯蘭國交涉,但對方都沒有理會 亦未能確認兩個人質的安危 這個日本伊斯蘭法學者, 聲稱IS曾經在去年9月, 邀請過他參加人質劏村的伊斯蘭法審訊 但警方10月以懷疑他勾結武裝分子為理由搜查他的家 令他現在無法聯絡IS 他即場用阿拉伯語呼籲將贖金限期延長 又指如果IS放人有助改善形象 這個曾經在阿富汗秘魯, 後來脫身的記者就說 願意與鍾田校一起去盡利亞認救兩個人質 IS雖然不理日本政府對話的要求 但他們的新聞觀察物又透過互聯網接受NHK訪問 沒有正面回應有沒有與日本當局接觸 只有說他們的目的不是錢 日本傳媒就說政府內部不少意見都怕 如果給贖金會令IS吃水之味 而以往被老的日本人之中一個被殺 大多數都獲釋,所以肯定日本給個贖金 不過IS想辣著的應該不止日本 因為有消息說IS會撥7000萬美元 在中亞開區第二戰線 令中亞多國陷入恐襲陰霾,甚至威脅中國邊防安全 MING PAO TORONTO